新的朋友在窄路掉头的时候 是不是总是掌握不好打轮时机 不会判断车头 你前方占案物的记录 不知道如何掉头快追狠 那么你们一定要掌握 车哥今天教你的这两个掉头方法 特别适合没有车感 不会判断车机的朋友 不用看任何点位 让我们轻轻松松 无论道路有多窄 我们都能把我们的这个车头 轻轻松松的掉过来 可以说做到快逐回 尤其是在我们的乡村窄路掉头 让你如鱼得水 那么第一种 我们一道的障碍物 左侧是高的 右侧也是高的 一道这种高的窄路掉头的时候 我们只能用第一种 那么就是 第一 车辆尽量的靠边 能靠多少 靠多少 踩刹车 然后沿地打满方向板 这将是最节夜时间的 往前开的时候盯着后视镜 后视镜下沿 和后方马路牙子 前方 后视镜下沿 和前方马路牙子重合 往后倒 倒车的时候 又盯着咱们的 倒车影像 或者是 后视镜下沿 对不对 和马路牙子重合的时候 我们停 那么此时也是 激励我们的三车 前进 一样的 也是后视镜下沿 然后再往右 拔满方向板 往后退 然后 稍稍的 只要退到我们的 这个A柱架角 能看到前方的马路牙子时 我们这样转过来 我们的这一个 这样挑过来 我们的这一个 这样掉过来 我们的方法 就是快准横 那么第二个技巧 就特别的简单了 一刀像这种 路况 一定是要有一侧 是有低矮 这个障碍物的 就是我们车头 不用管车头的 这种情况 还有一个 就是不会判断 车头 以障碍物的距离的朋友 对不对 那么我们把车辆 往前开的时候 只要让我们的 车身和马路牙子的距离 大于70以上 咱们可以看一下 后视镜 后视镜中显示 我们的这个马路牙子 和我们的这个车身 是不是就是纪理70 反正这两点 那么我们直接挂道档 沿地打满方向板 往后套 这个时候 我们的车轮 是不会掉下马路牙子的 大家在车内 可能看不到 但是 咱们是不用担心 我们的车轮 会掉下马路牙子 直接往后倒 盯着后视镜 或者是倒车影线就可以 是不是 我们的这个 车轮退到最后以后 我们的车头 对不对 再往右 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用管车头 我们往右 打满方向板 随便往前进一点点 对不对 不会判断 车头车机的 然后再往左 打死方向板 往后退 退到 我们的这个 A入驾脚 能看到马路牙子 以后 是不是 往右 打死方向板 这样 我们是不是就能 一把轻轻松松的 转过来的 特别的方便 那如果掉头 那如果掉头时 DI马路牙子 在对面 我们是不是也是把我们的车辆往对向车道开 距离60厘米的地方就可以 然后挂道挡 往右打死方向板 车轮不会掉下去 是不是 而且车机是最大的 退过去也是看到车影像 判断后方的极限车机 看到了回正方向板 再往左打满 稍稍的随便往前走一点 对不对 再往右退 也是一样的 看到A住驾脚和前方马路牙子 那么我们往左 打死方向板 这样 我们一把就掉过来了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